字幕 derivative is a visible digital 哈喽各位好 我是草莓溜です 今天来介绍一下台版最近刚更新的一个新的关卡 县界挑战 这个关卡呢其实说实在的 它就是来拿一个头框的 那怎么拿呢 它里面有写这个游戏的方法 首先它就是要让你打五场 五场之间呢每一场的战斗 它的这个损伤呢是累计的 所以你跟打到中一样 打到最后五场如果旗舰没有大破 队伍是完整的话就算你过关 然后这个战斗呢 它不花费任何的燃料 也不会损失好感度 所以什么样都不会 也不会拿到经验 也不会有这个指挥猫的经验 什么都没有 纯粹就是打好玩的 那通关的这个时间呢 还有损伤的程度 它就会综合来给你一定的分数 当你分数呢超过8800点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头框 大概就是这个玩法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你要五战的对手是哪些 然后呢按战斗开始之后 去编排你的一个阵楼 基本上就是上好上满 然后也可以上猫 还有上潜水艇 潜水艇的部分就是 你有什么潜水艇就上什么潜水艇 然后基本上就是 采棒加鱼雷管 好那水面部队的部分呢 其实大概就分两种情况 这次的敌人呢 直接是打boss 所以前排地方的命中率很高 所以你必须要带什么油压舵 那些回避率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只要单纯把血量称高就好了 罗恩这种角色写很多的 克爹级这种角色写很多的 然后波特改啊配法 基础血量很高的角色 带上维修 还有这个鱼雷板 基本上血量就很高 剩下的 你就是带独角跟想凤改 两个补 配上一个准输出 你要带君主输出也好 你要带浪巴尔输出也好 或是带天成综合输出也好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前番只要够弹 血量够高 靠两只补来补血 就是一个道中战的概念 道中撑完五战 你就获胜了 所以基本上不会很难 不要搞回避 所以找血量高的 配合这个输出强的角色 两补加潜水艇 如果你没有潜水艇的话 那可能你需要手动 如果有潜水艇的话 最好是可以连潜水艇一起召唤出来 打得越快 你的伤害也就越小 准备完这边 你就可以按初级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你的整个阵容 然后这边也可以 自动或是手动 这个召唤潜水艇 好 在这边 适应 更热心 没过来 做事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啊 五戰之後呢 其實我的血量都還很健康 所以兩補或是前排寶牌的這個作用 其實是非常強大 剩下就開始輸出了 最後打完了五戰打完 總計的得分點來到了1萬億 所以基本上已經超越了我們這個 關卡所需要的份量 所以一定可以拿到這個框框 剩下的這邊打完一般模式無常之後 你還可以走向這個無限模式 這無限模式呢 就是你可以無限打上去 打到100關都沒關係 不過這邊的角色能力會越來越難 越來越強 那你現在打不贏也沒關係 因為基本上這一次的活動 基本上都開一季 三個月跑不掉 所以你現在打不贏 你可以花三個月時間 來慢慢把這些船練上去 那下一季有好多這種每一季的打法 每一季的關卡人物 所以現在打不贏 慢慢練 未來一定打得贏的 好啦以上是這一次的這個關卡攻略方法 其實蠻簡單的 只要前排夠彈 後面有補 慢慢打慢慢輸出 就會贏了 好啦以上是今天這次的介紹 希望能夠幫助你 我是小明六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